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岩石良老师,从介讲开始呢,我们将进入新编语教程第四册第十五课的学习,我们今天先来学习第十五课的单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它作为一个名字来说,它就是一人的意思,就是单独一个人去做某件事件。 那么单独一个人做某件事件,除了单独这个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类似于单身妇人,对吧,那所谓的单身妇人呢,和是不是恋人がいるかどうか, 有没有男女朋友,有没有恋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所谓的单身妇人就是一人で妇人に行くこと,一个人去妇人的意思。所以单身呢,它也就是一个人做某件事的含义。 那么,所以在这里,千万不能忘文生意,我们中文中的单身呢,对应到日语应该是独身ですね。 独身,独身,才是我们说的,叫做恋人がいない,没有恋人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下面,走る。走る,它是一个自他动词,那么它做自动词和做他动词的时候呢,用法不太一样。 做自动词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的过程是,ないなにが走る,也就是某样东西它自己的散发出来了,对吧,比如说,哎呀,这个热度发出来,发烧嘛,就可以说,熱が走る这个形式。 熱が走る这个形式。那么这是做自动词的用法,那如果做他动词的话呢,那么当然他动词首先它经常搭配的是边语的O,对吧,经常过是ないなにを走る这个形式。 那么到底哪些词可以和他搭配在一起使用呢?首先有一个形式,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 哪いなににみなもとを走る。 这个形式大家要记住了,哪いなにみなもとを走る就是我们所谓的发源,发源。 我们是AがBにみなもとを走る的话,表示A是发源于B这个地方的,好,就是他注意了。 好,这是一个形式,みなもとを走る就是发源的意思。 那除了之外呢,我还发什么呀?比如说他有发出的吧,我们说发出警告,发出命令,说 警告を走る,发出警告,发出命令,这样的用法也都是可以的。 好,有时候可以散发,对吧,散发出恶臭,悪臭を走る,也是可以用走る这个词的。 好,下面 くちさき 那这样就くち和さき的一个组合。くち和嘴、嘴、さき是一个事物的尖端,对吧? 头上的意思。 所以くちさき就是嘴尖或者口头上的意思啊。 好,下面一个单词 goi goi呢就是词汇 我们以后参加能力考试 对吧 它的第一部分呢 是叫做言语基础知识 言语基础知识的前面的 如果是N2的话 是前面六大题 N1的话前面四大题 就属于 就是词汇和文字的用法 好 下面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也不管你答不答应 不容分说 不由分辨 怎么怎么样 那么大家看一下 イオ イオナシニ 它是一个 ナシ 本身是 ナイ的名字形式 那名字的ナシ 我们加上ニ之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把 イオナシニ 这整个意思 当作一个副词 来使用的 对吧 所以啊 什么叫不由分说 不容分辨 不管你愿不愿意呢 首先这个含义上 大家可以在 イオナシニ旁边 写上个约等号 它就和我们所谓的 ムリヤリニ 意思是一样的 有一种强迫的感觉 对吧 我被迫同意了 就可以说 イオナシニ 同意させられた イオナシニ 同意させられた 我被迫的同意了 这里呢 就和ムリヤリニ 同意させられた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 强调一下 首先字形上 大家记住了 イオナシニ 它是个副词 从含义上来理解的话呢 它叫做不容分说 不由你愿不愿意 它就和ムリヤリニ 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看一下下面一个单词 背負う 背負う 它实际上就是 背在背上 那么它是一个 它动词 那么自然它前面 就搭配边语的 往往过程是 何々を背負う 这个形式 那么我们到底 可以把什么东西 给背在背上呢 那么当然 实际的 比如说 一些行李 对吧 我说 荷物を背負う 荷物を背負う 我把行李 背在背上 这种实际的背 可以用背負う 之外呢 我们说抽象上的 承担起 负担起 也可以用背負う 这个字 对吧 承担起责任 那 責任を背負う 承担起课题 課題を背負う 我们说的是 负任を背負う 或者肩を背負う 这样的抽象用法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个探词 ささやか ささやか 作为な形容词 来使用的话呢 首先 它如果写 汉字的话 它写 细 ささやか 那么ささやか 它什么意思呢 它叫细小的 细微的 或者微薄的 微不足道的 实际的物品 也可以 抽象的动作 也可以 举个例子 比如实际物品的话 我说 这是一个 微不足道 我送你礼物的时候 对吧 我说 哎呀 这是我的一点 了表心意嘛 小小的礼物 ささやかな プレゼント ささやかな おくりもの 这时候 这个ささやか 就是指 实际上这个物品 是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 的用法 对吧 再想一遍 ささやかな プレゼント 或者ささやかな おくりもの 都可以用ささやか 这个词 实际上的 小 或者微薄的用法 那这动作的话呢 比如说 我们说 我在都市里面 ささやかに 暮らしている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如何来理解 所谓的 ささやかに クラス 这个说法呢 那大家知道 クラス 是生活 那么 ささやかに クラス 就是一种 微不足道的 对吧 这样的生活方式 什么叫 微不足道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完全不显眼的 不人注意的 过着一种 相对来说 可以说 翻译成 中文是 简朴的生活嘛 所以さやか 就是クラス 这样的抽象动作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个单词 saga 它是一个 专有名词 是一个地名 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好 下面 先食家 就是我们说的 专门从事 自然工艺的 这样的人 下面 ori 那么ori呢 它当然很多时候 想到它是由 ori 这个动词 变号过来的 那么ori它本身是 折的意思 对吧 那ori是它的 master拿过来 做名字使用 这是没错的 但这里啊 我们可以把ori 就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一种 时候 或者时机 气机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ori 你就可以旁边 写上约等号 简单来说呢 它就和時的意思 是一样的 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ori 理解为类似于 タイミング 时机 或者 きっかけ 气机 这样的用法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ナントモ ナントモ这个父子啊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的中文含义的部分 它往往写的是 括号不 对吧 这样的用法 那么大家知道 但凡我们中文当中写 括号不这样的用法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父子呢 本身可能并不代表 并不带有一个否定的含义 但它呢 基本上都是要 和否定表现 大家使用的 所以呢 首先啊 ナントモ呢 它的后效呢 就往往用的是 ない 这样的形式居多 那么 ナントモ跟上 ない表现的形式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啊 它是表示 这个东西呢 这个事情啊 我很难给你 说明清楚 或者很难给你 处理好 很难给你 对应清楚这样的用法 比如说 我说 经常用的 ナントモ言えない ナントモ言えない 或者ナントモ言えない 这个形式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 我很难跟你说清楚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ナントモ它可以表示 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的意思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也经常有一个 例子大刻记一下 叫做 ナントモ思わない 或者ナントモ思っていない 的形式 ナントモ思わない 或者ナントモ思っていない 这个形式 它也表示什么呢 表示 你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的含义 但是 除了这两个 括号代步的 中文翻译方法之外 大家看一下 ナントモ它有一个叫做 真的实在是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这时候 这个ナントモ呢 往往就跟一些挨拶 大家一起使用了 那么和否定表现 就没关系了 我们刚刚说的 ナントモ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ナントモすみません 真的是很抱歉 真的是很抱歉 这个时候呢 这个ナントモ的用法 就和我们初期学习的 ドーム的用法 是很接近了 这是我们说的 ナントモ这个副词 下面 サクライロ 那么就是 サクライロ的一个组合 对吧 櫻花色 好 下面 一斗 一斗是 线 对吧 他知道 很细的那个线嘛 那除此之外呢 抽象表示 线索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オリ 他作为一个 他动词来使用 他写 字的话 就指编织的意思了 好 下面 ユジ ユジ这个词呢 其实我们在初期 学习过了 那么在这里 首先请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讲过 ユジ它的反应词 是哪个呢 它就是什么 就是 Soto 这种 ユジ和Soto 正好是 一对反应词 所以大家会发现 ユジ 它可以表示 内部 里面 那么这个内部 里面的话呢 到底是什么 内部里面 首先一个场所范围的 内部里面 当然可以用ユジ 所以我们所谓的Soto 也是某一个场所的 外面的意思 对吧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一个 时间段的里面 在三个月当中 三ヶ月的鱼机 也可以用这个鱼机的用法 还有呢 所谓的内部里面 它可以指的是 我们一个组织的内部 或者里面 对吧 我们公司的社长 我们公司的田中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他有的时候 又把这个鱼机 翻译成 我或者我们 咱们的意思 也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 我们 咱们 这就是我们 这个组织的内部吧 对吧 我们公司的田中 我家的妈妈 我妈妈 这样的用法 这样的用法 都可以用鱼机 对吧 所以它的反应词呢 就是Soto 而且我们也讲过 日本人对于这个 鱼机和Soto 这个意识 是非常强烈的 对吧 尤其体现在我们 在之前学习的 禁语当中 我们说在公司里面 对吧 你见着你的领导 你必须用敬武 可是当对于你的客户 在说话的时候呢 你公司的所有人 哪怕他是你的董事长 都变成了你的自己人 都变成了你的鱼机之后呢 你在对客户 在说到董事长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全部得用自签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 一个鱼机和Soto的 一个意识的一个形态 那有的时候呢 还有些表达 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上海的话 有一条环线 是四号线 那么在东京的话 有一条环线叫 山手线 山手线和四号线一样 分成外圈和内圈 外圈就是Soto-Mawari 内圈就是Uji-Mawari 外圈是Soto-Mawari 内圈就是Uji-Mawari 两个法 好 再来面 Sui-Gomu 那Sui-Gomu的话呢 它就是Sui-Yu和Gomu的组合 大家知道 Sui-Yu的话是吸的吧 Gomu的话 动字的Masina-Gomu 基本上表示 动作是由外往里做进来的 所以呢 Sui-Gomu就是吸进来的意思 那除了真的是指吸进来之后 有的时候我们说抽象的一些 吸入 吞入 对吧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取り出す 那么取り出す的话呢 它就是取り和出す的一个组合 对吧 取り是拿 出呢 是表示从里向外做出来 对吧 所以取り出す就是拿出来的意思 对吧 从包里把手机给拿出来了 鞋の中から ケッタイを取り出しました 鞋の中からケッタイを取り出しました 拿出来的意思 好 下面 素人 汉字写素人 它就是指 我们说 外行人 门外汉 对吧 那么它的反义词呢 汉字写的是 玄人 叫做 クロット 玄人 玄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行的意思 所以 素人的反义词是 クロット 好 下面 キヤシイ キヤシイ 这个词呢 大家也可以在旁边写上一个 约等 好 它就会 当然キヤシイ是一个意形容词 但是它和一个 那形容词的意思 非常接近的 就是 キラク キヤシイ和キラク的意思 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 不需要顾虑的 不需要客气的 非常随便 对吧 说 真的好朋友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 キヤシイトモダチ でしょ キヤシイトモダチ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关系非常好 我和他之间 也不需要有任何顾虑 不需要有任何客气的 这样的朋友 就是 キヤシイトモダチ 下面 花びら 花瓣 一个名字 我们不再多多解释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ニズメル 那么 再就是 ニル 和ズメル 的一个组合 它是一个 他动词 所以 ニズメル 首先呢 它是指 把这些 汤汁啊 给 不一定 煮干 熬干 至少是 要把这个 汤汁的水 给收一收 比如说 任何的皮都使用 皮 对吧 我们一下学过 苹果连皮吃 就是 凸凸凹凸的感觉 对吧 所以呢 比如说 我说 那让 ゴツゴツ 它属于 它本身是一个副词 后面上 する 或者呢 ゴツゴツ とする 这个 と呢 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它作为一个 自动词来使用了 对吧 一个表面 非常凹凸不平的 延时 就可以是 ゴツゴツ 土豬的水 岩 ゴツゴツとした岩 就是表面凹凸不平的 一个延时嘛 那除此之外呢 ゴツゴツ还可以指 超向用法 它这叫声音粗鲁呢 人也可以 事物也可以 对吧 我说 ゴツゴツした人 ゴツゴツした人 就是指 态度や 言葉遣いが 乱暴な人ですね 就是指 这种态度 非常粗鲁的 这些人 这是ゴツゴツ 除此之外呢 我说 ゴツゴツとした文章 那 我说 ゴツゴツとした文章 怎样的文章呢 就是非常生硬的 读起来非常 不流畅的 这样的一种文章 叫做 ゴツゴツとした文章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个单词 超級天 超級天 就是指 某件事情 发生 之前的那一瞬间 就是超級天 那么它的对异的 反译词呢 应该是 某件事情 发生之后 或者刚刚结束之后 那一瞬间 就是 超級語 好 所以超級天和超級語 一对反译词来 一定要放在一起去记忆 下面 ソメル ソメル 是染 对吧 染 那么 它是个他动词 它对应的字动词呢 就是ソマル 所以首先大家把这个 自他动词的 ソメル 和ソマル 放在一起记 那ソメル 这个染呢 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各种染颜色的意思 对吧 所以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个布 染成了红色 这个是 布を赤に ソメル 我把头发染成了 红色 髪の毛を黄色に ソメル 再说一遍 髪の毛を黄色に ソメル 那这是ソメル用法 那有的时候 我们抽象说的 染 它同样是染颜色的意思 比如说 我说 顔をソメル 或者 顔を赤くソメル 把脸染成红色的话 意思就是说 脸上得通红嘛 或者 各种原因 喝了酒啊 或者很害羞啊 脸红了 也可以用ソメル 这个词 对吧 或者我说那个 嗯 枫叶把山都染红了 koyoが山を赤くソメル 也是可以的 koyoが山を赤くソメル 也是可以的 所以ソメル 就是各种 食器或抽象 染颜色的意思 下面 ジョウキ ジョウキ 它有指 血液流到脸部 面紅耳 是那个样子 那么之所以 会面紅耳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各种原因都可以 你喝了酒了之后 ジョウキ 对吧 然后你很生气 ジョウキ 你很害羞 ジョウキ 多少可能呢 下面 エモイワレヌ それでエモイワレヌ呢 它就是 言葉で表しにくい 言葉で表しがたい的用法 难以用言 语言来表示 难以言表的 那么大家知道 イワレヌ 这个ヌ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之前学过的一个否定表现 它的意思就很难以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怎么怎么样 对吧 大家也知道 ヌ 它就当时往往是用来做定 你说是名词的 所以它呢 当然 你エモイワレヌ 你要句号结束也可以 但是后面加 直接加名字 做定义 是可以的吧 一个难以言语的美丽 エモイワレヌ ユツクシサ 一个难以言语的美丽 叫牛法 下面 襲い 襲い 汉字写 它其实有几个意思 首先它是襲击攻击的意思 对吧 被敌人襲击了 结果变成他的敵に襲われた 敵に襲われる形式 除此之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 突袭嘛 我半夜里 突然去访问朋友家 就是突袭嘛 对吧 夜中に友達の家を襲い 夜中に友達の家を襲い 这个突袭也可以襲い的 除此之外 世襲的襲 也就是 继承 言襲的襲 也是可以用 襲い来表示的 我继承了爸爸 他社长的职位 对吧 社長の後を襲い 社長の後を襲い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春先 春先 它表示是初春早春 我们就不太多多解释了 先出る 它是表示开放 对吧 它是一个自动词 所以花が先出る 花开放了 下面 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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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除了真正是最上 之外呢 最上 也可以和最高 最高一样 表示一番意的意思 最好的 最上等 下面 脑里 つまり脑の中 頭の中 脑子里面 脑海当中的意思 好 下面 揺らめく 揺らめく就是摇晃 摇曳的意思 揺ら揺らする 様子ですね 对吧 揺らめく 那么它是一个自动词 它对应 他动词呢 也介绍一下 叫做 揺らめかす 揺らめかす呢 就是揺らめく 对应的他动词 那么实际上 很多眼睛的同学 已经发现了 揺らめかす呢 上去揺らめく的 使忆态 拿过来做他动词 使用 对吧 一个自动词 使忆态 可以做他动词 来使用的 那揺らめく 就是摇晃嘛 就是揺らくこと 就是摇晃 所以有的时候 比如说 在这个 比如说 在湖面上 摇摇晃晃 闪着这个 霓虹灯的灯光 对吧 就可以是 水に 或者川に 揺らめく 揺らめいた ネオン 这个霓虹灯的灯光 对吧 倒音 倒音在这个 河面上 然后河的波道呢 使他 让他看去 摇晃晃的 这个是 川に揺らめたネオン 这样的用法 好 下面 ミキ ミキ ミキ呢 他和他写 干 他本身是指 树干 这个主干的意思 那么抽象的含义呢 可以指我们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那个主干部分 好 下面一个是 ジュヒ 一个是 ジュエキ ジュヒ就是 木の皮 树的皮 对吧 而ジュエキ呢 就是指树当中流出的那些树叶啊 都说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全身 那就是全身 全身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 不再说了 下面 色づく 色づく啊 实际上就是 色がつくこと 大家知道 色是颜色 つく呢 作为一个自动词 它就表示的是 附加上去了 所以 色づく就是 色がつく 就是颜色附加上去了 所以首先呢 它第一个就是有灼色的意思 那原生说老师啊 它是个自动词 它到底灼什么色呢 那该是什么色 就是什么色 比如说对吧 到了春天 春になると 山々が色がついてくる 到了春天 全山灼上了颜色 那么山的颜色 一般都是绿色嘛 那就是 山都变成绿色了 对吧 那如果你说 到了秋天 こうよ 木水が色づく こうよ 或者木水が色づく 枫叶 它灼上了颜色 那枫叶能够灼上的 自然就是红色 对吧 那有的时候 一些果实 它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是颜色比较轻的 对吧 但它成熟之后呢 就变成它上映的颜色 所以可以是 何々 実が色づく 这个果实 展上颜色了 那就是果实成熟了的意思 下面 当时的皇帝啊 当时的皇帝啊 就可以说是 一个装饰品而已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打比方 皇帝不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装饰品嘛 只是一个比方而已 对吧 所以 当时的皇帝啊 当时的皇帝啊 就可以说是一个装饰品 就可以用意外把这个词 下面 先当 就是 尖端 前端的意思啊 不再说了 下面 精髓 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 不再多多解释了 然后呢 时节 时机 也和我们中文一样的 也不再多多解释了 下面 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 就和 就是 就是 偶然 碰巧 对吧 我说我和他 偶然在路上遇到了 むかすのともだちと たまたま みちで であいました むかすのともだちと たまたま みちで であいました 这个时候 这个たまたま呢 就和 偶然的意思是一样的 偶然 除此之外呢 たまたま 还可以表示 たまに 就是 偶尔的意思 偶尔和偶然意思可不一样哦 偶尔它是表示 频率低 对吧 的用法 偶尔呢 会和朋友一起出去 唱唱歌什么意思 唱唱歌什么之类的 对吧 たまたまともだちと かろうけにいくこともある たまたまともだちと いっしょに かろうけにいくこともある 这样用法 好 下面 ずもく 那就和中文的意思一样 是树木 不再讲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はと はと 它往往是什么呢 突然之间 感到非常的吃惊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对吧 就用法 所以呢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はっと 何かをはっと思い出す 何かをはっと思い出す 突然想起来 是什么事情 友達との約束をはっと思い出しました 我突然想起来 今後の友人约好了 我就忘记了 对吧 这是一个 还可以表示 突然之间很吃惊 对吧 我比如说 做梦 做了一个噩梦 一下子驚醒 就可以叫做 はっとして 目が覚める はっとして 目が覚める 是用法 再面 念頭具 念頭具 放在心上 就不断说了 再下面一个单词 身近 就是身の近いところですね 我们身边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 比如说 环保 环境保护 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对吧 我们也可以造个句子 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 保护环境吧 身近のことから 環境保护のことについて 考え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再说一遍 身近のことから 環境保护について 考え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让我们从身边小事 去思考环境保护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请各位同学 跟着我把单词来念一下 我们每个单词念两遍 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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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発する 発する 口先 口先 致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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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恶なしに 厌恶なしに 背貌 背貌 背負う ささやか ささやか 佐賀 佐賀 染色化 染色化 織り 織り 何とも 何とも 桜色 桜色 糸 糸 糸 掘る 掘る 内 内 吸い込む 吸い込む 取り出す 取り出す 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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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やすい 来やすい 花びら 花びら 煮詰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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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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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ツ ゴツゴツ ゴツゴツ 直電 直電 染める 染める 蒸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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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も言われ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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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襲う 遅う 遅う 春先 春先 さき出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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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上 西上 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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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揺らめく 揺らめく 幹 幹 樹皮 樹皮 樹液 樹液 全身 全身 色づ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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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場 岩場 先端 先端 水 精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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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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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また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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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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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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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頼 千葉 琵珠 珠 短 好 那么第15课单字的学习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第15课文法的学习